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期待已久的浪姐小团宗终于上线 星星的约定至于又好看 一上线就收获好评无数 实现口碑 收视率双丰收 有趣的是 王兴玲可爱到犯规 嘴上不停说住摆烂 胜负欲却爆棚 甜心教主玩游戏不惜体力 队长后一正太好笑 不过 节目组不提供旅行经费 多少有点搞失情 正开始提散财童子 像极了买单工具人 飞行嘉宾自掏腰包 贴前录节目笑不活了 破圈选秀很辛苦 高强度 快节奏 逐渐转移工作重心的王兴玲 彻底累坏了 难怪一言不合就躺平 婚姿姐妹一样 甚至自嘲是好吃懒猪的姐姐 登组小分队全员喜剧人 默契摆烂太好笑 睡到中午还不想起床 只看日落 不看日出 妥妥的躺平旅行团 王兴玲更顽皮 为了不做饭 居然要把厨房的门堵死 而且 王兴玲能坐住就不站住 能躺住就不坐住 兴玲贪可爱到犯规 不过 天心叫主口贤体正直 嘴上说摆烂 玩游戏却不惜体力 该死的胜负欲注入灵魂 队长后一阵让人笑到捧腹 打卡游戏 为了隐藏身份 不让粉丝喊自己的名字 王兴玲全程狂奔 像极了风驰电车的骑女子 汪东城也有点跟不上她的脚步 吴景严静说大实话 心疼满头大汉的摄影小哥 气喘吁吁 迎住烈日 街头追逐 不过 王兴玲的路人员金飞西比 跑得越快 被喊名字的次数就越多 人气太高也是幸福的烦恼 王兴玲估计输惨了 没想到 郑凯惊喜送大礼 拖后退王者 一个人就被喊了32次名字 更好笑的是 郑凯脑回路清奇 为了讨好姐姐们 居然把气球当成界面里 导演有情提示 不负责给钱 郑公子只能硬住头皮 大手笔好至150元 男人要面子 陪姐姐们逛街 肯定要抢住买单 郑凯喜提散财童子心昵称 贴钱录节目 大冤肿实锤了 输了游戏 郑凯只能抢言欢笑请客吃饭 登组小本队超有默契度 不约儿童选择山顶餐厅 王兴玲 婚子很会抓重点 关键是价格贵 郑凯自带综艺感 自嘲心在滴血 老婆可以打钱过来了 笋丝全名段子手 上次在跑南遇到王兴玲 郑凯被撕掉名牌 这次更惨 直接撕层皮 其实 郑凯也是王兴玲女孩 单纯就是想请客 而且 女儿小酸奶也非常喜欢王兴玲 恭喜甜心教主喜提幼仔小粉丝 郑凯的女儿特别喜欢爱你 甚至会跟着节奏唱跳 为了陪女儿跳舞 好父亲做足了功课 认真研究之后 居然发现旋律上的反拍 王兴玲也忍不住翘起大拇指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